喔神燈啊神燈 請你一次滿足我所有的願望吧 讓我可以同時吃到肥美好吃的櫻桃鴨 還有還有美食大漢堡 還有我們的義大利軟殼蟹燉飯 請你滿足我所有的願望吧 那我來實現你的願望 神燈 我可能去找到一個千年神力的神燈喔 你看看 好多盛的早餐喔 而且還附帶我們美女的店長 我們的Cassie 哈囉大家好 還附帶店長來幫我們介紹今天的早餐 所以我們今天要好好來品嘗喔 挑戰24小時不斷店的用餐 好的Cassie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道的話是櫻桃 蘇菲櫻桃的鴨胸拼盤 等一下等一下 我的印象中早餐 不就是單餅嗎 蘿蔔糕 怎麼會有蘇菲鴨咧 因為我們像 我們其實滿喜歡去外面吃東西的 之前就是吃像法餐那些的 都會有看到比較高檔的一些料理 那我們就是挪用來早餐店 然後讓我們CP值更好 讓會不會的客人 單價又不會到很高的狀態下 其實我有偷偷看的那個菜單 真的單價CP值太高了 那我們先這樣子好了 你建議我從哪邊下水嗎 基本上整個拼盤的話一定是最輕實的 我覺得流線 就是比較清爽的 因為他們口味比較重 那像我們的沙拉要沾什麼醬 我們醬有四種 有芒果醬 葡萄 柳橙 草莓醬 這麼多喔 對 所以是我們可以自己選擇嗎 對 我們是放在外面 讓客人自己去選擇 他可以先試看看 然後喜歡再去做裝成這樣 也太好了吧 可以依自己的口味來做挑選 對 所以你今天為我們先推薦的是這個 我介紹的是草莓沙拉醬 因為我是最喜歡草莓 我覺得搭配水果跟生茶都很適合這樣 很香耶 有那種戀愛的感覺 所以就是把它直接淋上去就可以搬了嗎 對 你看這個顏色 好可愛好繽紛喔 我可以舔一下嗎 好好吃喔 就我們的草莓香氣還蠻重的 好可愛 忍不住可以的續杯嗎 我們有客人是直接這樣喝 我覺得可以耶 真的 是可以喝的 很Holy Man耶 太瘋狂了 好好喝喔 好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水果 因為水果其實當季水果會有酸甜的滋味 再配上它剛剛那個 神秘神秘的這個草莓醬 非常多味 我們先吃一口看看 我先吃鳳梨好了 鳳梨加草莓醬 好清香喔 很清香 因為那個草莓醬會把那個 酸味給中和掉 不會很適當 很適合的那種沙拉醬 對 好吃 那接下來我可以吃肉了嗎 接下來的話像麵包的話 我們這邊有提供一個 我們這個是那個 雜糧乳酪 然後裡面有放的是 蔓越莓和瓜籽跟南瓜籽 去做混合這樣子 這麼多啊 對 這個是我們放在外面 讓客人自己可以 直接吃也很好吃 然後抹麵包也很好吃 這樣 這是抹麵包用嗎 對 基本上我們很多客人都是 直接做 直接吃 對對對 他就要告訴你 來這邊不用點餐 吃乳酪就爆了 你這樣不敢 你一定要吃 那其實我們就是 我光吃乳酪就 就可以了 好好吃喔 不怕胖 不怕 因為我有減肥法寶 你很奇怪 我剛剛說要吃肉 你就一定要推薦我吃麵包 好啦我還是先吃啦 那我們這麵包 這個應該是類似那個 可頌類的 不是 我們是 鮮奶 鮮奶吐司 就是 爐子類放著比較重的 吐司這樣 然後再經過 它經過我們就是 去烤 然後上面我們比較特殊的是 我們油沙 我們的特製麻辣粉 它不是像外面的辣椒粉 它是 吃下去是麻 麻一下子那種 它是麻辣粉喔 對 它是麻而已 然後又有一點點甜甜的味道這樣 其實味道非常的 麵包本體是 味道是 很濃郁 可是你一咬下去 你會覺得像那個 鬆鬆的那個餅乾 有口感 然後再想像你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粉 麻辣粉 麻辣粉 會瞬間提升那個味蕾的口感 對對對 那一瞬間 所以你吃進去嘴巴是三種味道 對 就是 它有不同的層次這樣 你光吐司就這麼費工喔 而且 而且是 吃原味喔 就很好吃 嗯 然後我想你就是 我可以吃肉是嗎 好可以 我們的肉呢 它是用台灣的櫻桃鴨 嗯 去做製作的 先用酥肥去 低溫先酥肥好 就是半成品的概念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 酥肥是75分鐘 這樣子 酥肥了75分鐘 對對對 然後它的嫩度的話就是 都還蠻嫩的 不會說很乾柴這樣子 哇 什麼事我怕它掉了 皮會比較厚一點 嗯 皮比較厚 對 它的肉啊 有Q彈的感覺 完全都不會讓你覺得 叉叉 嗯 而且很清香喔 然後我們可以搭配 紅酒蘋果去解它的膩 那個紅酒蘋果 對 它是用紅酒去燉煮的 嗯 而且 不是去英國才吃得到嗎 或是一些比較高級的 是法國餐廳 你才看得到 怎麼在早餐店裡 你會吃得到這個 很好吃的櫻桃鴨 我必須剝給大家看 因為咬下去就不准 可是你看它這個肉齁 你看喔 一撕就開 有沒有 完全不會這個太老太差 這就是非常有下工夫在做的 真的很重要 我先放著 好 接著就是配這個蘋果囉 對 它的酒味會有點重 但是 我覺得配上去它是 還蠻搭的 嗯 喜歡的話會很喜歡 不錯 對 因為肉吃多其實 會有點膩 嗯 會有膩感 可是它剛好把那個膩的味道去掉 對 我覺得很中和耶 嗯 好吃 所以我們分量 這個分量來講的話 算是可以讓 很夠了吧 對 這個一個成人大概可以 我差不多 吃到大概有十分飽的 而且它營養很均衡 除了有輕食的生菜沙拉 還有我們的酥肥鴨 跟我們的吐司 還有水煮蛋 我們用特殊 就是特別用紅殼蛋 紅殼的水煮蛋 因為我們 平常外面都是白殼 比較少去接觸到紅殼蛋這樣子 對 很營養齁 其實要吃一個全蛋的均衡 好 接下來 接下來這個是我們的哈瓦那三明柱 哈瓦那三明柱 對 它裡面有三隻大隻的蝦子 三隻大蝦 你怎麼知道湘婷姐姐愛吃蝦 然後我們蝦有特別 就是我們會把身體的殼去掉 然後留頭跟尾 我們會炸得比較酥脆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嗎 所以你殼剝掉了 但是留蝦頭整個都炸得很酥脆耶 對所以就是頭跟尾都可以吃這樣 這樣說做事情要五頭五味 這樣知道嗎 好 那這個哈瓦那的這個吐司上面 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們上面是用乳酪去煎過 然後增加它的乳酪香氣這樣 用乳酪煎過的這個吐司 對 這個是法國麵包 這是法國麵包 對 對 那下面就是上面 最下面那一層就是沙拉蛋 吃起來會比較清爽 我很難優雅淑女的吃掉餐 請容許我今天稍微出爐一點好不好 對 如果想要吃美食就不要在那邊 對不對 然後做形象 怎麼可能 那個大口咬 這個蝦子 好酥喔 其實它冷掉了耶 練起來 還是很清爽 對 因為有的蝦子在一下冷掉之後 它會變比較乾硬 可是它還是酥脆的 我們在測試菜單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做完之後放一段時間 因為太多客人就是都喜歡聊天 然後先拍照 東西其實都冷掉 像這種稿紋 對 對 還對 配合是不是太好了吧 我們可以另外一種優雅的吃法 可以上去嗎 吃到這樣跟我說優雅 可以 這個比較霸氣一點 那你講怎麼優雅 我們的上蓋啊 可以就是 你可以直接這樣吃 因為它已經有沒有滷肉 所以就是直接單吃的話 就是有 邊吃滷肉的香氣 先吃上蓋 對 然後或者是沾著乳酪 奶油乳酪去搭配著吃 喔 了解你的意思 對 下次可以先講嗎 我已經吃成這個樣子了 沒關係 放心 我們下次會再來挑戰優雅吃法 好不好 說到這裡 已經中午12點了 這個神燈很熱餐耶 它是變得滿滿的早餐給我沒錯 可是說好的24小時不斷電呢 那我的中餐在哪裡呢 哈哈哈哈哈 我來了 我來了 其中午